专华县慈善团体联合协会成立至今已经14年 为了要增进会员的联谊 特别举办第94次慈善团体联谊会 继112年第一次志愿服务联系汇报 希望透过经验交流分享资源连结 提升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 所有的理建市干部 有你们才有办法完成各项任务 在这边真的要再生成一举功 感谢你们 有你们才有办法完成各项任务 我们真的大家都很用心 我们彰化县慈善团体联合协会 真的在各项的活动 各项的吉安救助商账 吉安救助防务修缮 其实大家都是一样 最要说感谢的是 我们彰化县政府政府单位 各位你们补了我们很多没有办法到的地方 力有未歹的地方 都由各位来补足 我们慈联去年 整个吉安救助做了 九百多万 自己打破一下 因为你们的这样的挺身而出 让我们落势 可能在悬崖边缘的 拉回来他们 每次看到大家出去这样子的慰问 这样的关怀 真的是无限的感动跟感激 彰化县慈善团体联合协会结合政府资源 整合县内各慈善团体的力量 快速对个案进行访试评估 避免资源重复 使急难救助工作可以更有效率 协会将彰化县分作八个区 强化各会员之间的联系 希望让社会每一个角落都可以不再有遗憾 让社会处处都充满着温暖 购音频道许为珍 袁林采访报道